但這個可能跟考試無關 第一個可能就是你執行之後 執行之前有什麼問題呢?字太小 執行之後字還是太小 所以首先要講一下 在Eclipse裡面開發環境如何把字放大 其實Enjoy也是一樣 Enjoy也是用這個來開發的 方法都一樣非常簡單 直接在這上面按右鍵 右鍵之後有個喜好設定 其實當然你這不改沒關係 因為我說有些電腦的螢幕解析度實在太低了 看起來尤其你長時間看會很不舒服 所以你直接如果你要把這個字放大的話 喜好設定裡面一般事項裡面就會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編輯器 應該是外觀 外觀裡面有一個字型顏色 字型顏色裡面有一個基本的 基本裡面的文字字型 就可以把它改成 建議大概就十號字吧 你就把它改一下 大概的流程這樣 我把這個一個圖示 按右鍵之後有個喜好設定 在一般事項裡面有一個這個 叫做文字與字型的基本 基本裡面的這個 找到之後就把它改一下 大概會有幾個啦 這個稍微設定一下 OK 然後呢 按個確定就OK了 那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應該做完之後按確定 就沒有問題了 字就稍微放大了 如果你覺得還不夠大就一樣 這個一般事項外觀裡面的這個 裡面的文字編輯 其實點兩下也可以 把它改十四 按套用一下 其實套用也可以看到一下 就是那個大小大概是這樣 第一個是那個文字的大小 這樣看起來比較舒服一點點 我不知道各位還 不過各位應該還年輕 應該現在還沒有這個問題 大概四十幾歲以後會老花 所以老花看也看不清楚 OK 然後字的話底下主控台 他好像也會自己幫他順便 就兩邊一起同步 OK 好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把環境設置好了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要來思考 就是程式要怎麼樣撰寫 其實裡面的話 把它整個放大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一題主要就是說呢 我們剛剛的題目 會有幾個幾個點 我們剛剛這個地方 好這個題目裡面要求我們做到的 就是 即將來你可以看那個評分項目嘛 那我剛講就是 號碼之間不可重複 這個等一下再講 除了這個之外的話 另外的三個小題 其實你就可以先把它做出來 比如說第一個 亂數產生 所以你想到亂數產生的話 你就要想到有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呢 它會是在Math裡面 Math類別 Math類別裡面有一個叫random的方法 它可以幫我產生亂數 可是這個亂數是0到1之間 它會等於0 但是不會等於1 它是小於1的一個亂數值 OK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我要產生6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實際上就是7個號碼 那7個號碼呢 你就要想到 那我需要7個空間去存放這7個號碼 也就有點像7個 你比較不熟正列的同學 你可以宣告7個變數 你說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沒有人說不對啊 就是一個印尺 然後呢 就A B C D E F G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只是寫起來比較不漂亮 坦白講 可不可以 其實這一題也可以啊 你不要正列 沒有人說不行啊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讓它亂數產生 所以第一個 Math類別 但是問題來了 它是0到1之間 不會等於1 會小1 所以你要怎麼樣 剛好產生1到42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一般的寫法啦 乘上42 那個亂數的結果 乘上42 乘上42的話 可能最小是0 有沒有 因為它等顆可能 它最大的等於多少 等於是小1 就是0.999 0.999乘上42的話 就是41.999 應該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就是說這個 重複的這個亂數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讓它剛好是1到42的話 一般就是這樣 把它外面包一個INT函數 或者強制轉型為INT嘛 對不對 強制轉INT之後 就是說它只會剩下整數部分 那就變成0到41了 因為41.999不見了嘛 可是我要的是多少 剛好是1到42 0到41跟1到42相差多少 剛好就差1吧 所以這加1就好 所以程式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懂的我剛剛講的 那可是問題 其實很多時候構思 很多人很會講程式 但是不一定會寫 你要怎麼樣把講的全部寫出來 當然現場寫可能有點難度啦 也還好啦 只是說時間關係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我寫完的 寫完之後第一個 那在這裡面的話 第一個我宣告一個陣列 所以我的習慣這樣 給它一個雙引號 這個就註解啦 我的習慣是1做什麼 2做什麼 他每個人習慣都不一樣 我的習慣是1 2 3 4 反正有一個SOP嘛 那你的邏輯一定也是一個SOP 那你就照著寫下來就OK了 像Android也是這樣寫 反正就這樣寫 然後呢 我需要宣告一個陣列 那怎麼樣宣告個陣列呢 這個陣列的話 一般這個中國阿弧 可以放在後面 也可以放在前面 不過一般好像 不過我建議啦 你乾脆把它放在哪裡呢 把它放在前面好了 就是你這個中國阿弧 你把它放在這一個int的後面 或者是這個陣列的變數的後面都可以 不過我是比較建議你乾脆放這邊好了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當內的C-Sharp有沒有 C-Sharp Java是放這邊也可以放這邊也可以 但是C-Sharp只能放這邊 C-Sharp各位應該都知道 C-Sharp OK吧 C-Sharp其實跟Java 相似度80%以上 所以你只要怎樣 學會Java 你大概不用花太多時間 馬上就會C-Sharp了 OK 所以 差不多的東西 那你有一個什麼呢 空間 需要的空間是int 中國阿弧裡面 就是切割 有點像 我今天宣告了一個他對不對 他有點像一個大房子 大房子之後的話 那請問一下 你後面要怎麼隔間 那就隔間吧 如果 7的話意思就是 就是隔成多少呢 隔成8間 你想說7啊 為什麼是8 爸爸跟著一下 應該是7 應該是7的話 就是0到7的意思 不是8 這邊多一個 也就是0到7 後面這個7指的是什麼 指它的長度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要亂數產生 那可是 因為亂數產生要產生7個號碼 所以一般是會配合回圈 讓它重複產 當然你如果說 你回圈 現場寫不出來 你 重複7次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只是說你最重要是要寫 寫出來為原則 那問題是我要怎麼樣 產生這個亂數 如果你不寫回 不寫回圈的話 我先把假設 我們這個 這個 假設 我今天要產生 亂數的話 其實直接怎樣 直接這樣子 第一個亂數的話 就是 這裡面的話 它因為正列是從0開始 所以如果你產生第一個亂數是這樣 那後面這一段什麼意思呢 mess.randon 有沒有 乘上42 這什麼意思呢 因為 mess.randon 它會產生 這邊有一個說明 有沒有看到 油標放在 其實這個mess.randon 你將來點下去 它會提示 mess.randon 有沒有 randon就出來了 所以其實 打個r randon就出來了 另外 randon是什麼作用 其實後面都有說明 有沒有 它告訴你什麼 其實呢 它是return a double value with 什麼呢 什麼呢 positive sign 然後等等等等 裡面告訴你說 equal to 0.0 但是呢 and and less then 1.0 也就是什麼 它可能會等於0 但是呢 不會等於1 會小於1 意思就是說 產生0 到 0.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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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個 一個值 OK 那可是問題來了 那如果產生之後的話 我要怎麼讓它變成 1 到 42 這個很重要 這個其實 無論是在Java裡面 或者是在 C sharp 或者是在 VPA 或者其他什麼 PHP裡面的 用法都一模一樣 只是說 語法稍微不同而已 你就給它 enter一下 乘上42 那問題外面 我為什麼要包一個什麼 包一個int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把它強制轉型 這個就是 就是 產生會有double 就是會有幅點 會有小數點 那它產生的就是 呃 成了之後它會是0 到 41.999999 那可是問題 我要把小數點去掉的話 我可以在外面 強制轉型為int 並且怎麼樣 加上多少 加上1 所以這邊的話 加1 把它強制轉型之後 再把它加1 加1之後的話呢 最後再加一個分號 這樣的話 它就會是多少 1到42了 那我把這個值 丟到第一個空間裡面 再把 再產生什麼 第二個值 所以就把它c 然後這邊呢 把它貼上 貼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再產生 產生什麼 產生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第六個 第七個 全部完成了 然後呢 再怎麼樣 把它輸出 如果說有個位數字 補一個0 如果不是個位數字 就不補0 可是問題來了 一般 如果你這樣寫 可能就是 也真的比較不漂亮 所以怎麼樣把它改寫成什麼 改寫成一個 迴圈 那這個迴圈的話呢 其實就是把這個 打一個什麼 4迴圈吧 應該各位有 有學過那個迴圈的話 一定4 然後一個中瓜糊 中瓜糊裡面的話 會需要三個東西 第一個它的初始值 所以 當然你可以把它宣告 因為那個I 假設我今天 初始值 這個一定要先宣告一個 或者你宣告在上面也可以 然後它初始值等於是 等於0 我這個值要配合什麼 正列裡面的東西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我的結束值 就是說我到什麼狀態才跳離 當I怎麼樣呢 它大於多少 0到應該0123456 6 那所以小於7就可以了 然後再一個分號 I++ 再來後面的話 你就給它一個中瓜糊 把大瓜糊 中間切一半 就可以再把這個放進來 它就會產生什麼 產生總共 回圈產生7個號碼 會比較漂亮 這裡我想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就是第一個先產生一個正列 然後呢 利用那個mess.rendon 去產生1到41的裡面的值 其實你會發現這個說明都會有 所以以後如果你什麼不懂的話 有不要放上來 上面都告訴你答案了 有沒有 這mess是什麼呢 這邊都有 然後你這邊可以在下方有個什麼 彈出視窗有沒有 彈出 它就會跳到哪裡呢 跳到官方的網站上面 把mess這個類別的使用方法全部告訴你 還有這個mess裡面的 包含它的成員 屬性跟方法全部都在這裡 那以後呢 其實你們要學會之後 你就知道這個 這個怎麼講 這個library 這個韓式庫怎麼使用 裡面都有啦 OK 試一下吧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OK 好 來還給各位